我认为过去三个月期间 卢布汇率看涨的趋势已经接近完成 亚罗斯拉夫博士PKO BP 发生在加拿大的大规模森林火灾 成为了近期推动俄罗斯卢布上涨的原因 上周卢布对美元汇率收回部分失地 您认为短期内这一事件是否还会继续影响 美元对俄罗斯卢布的汇率呢 我认为在过去三个月期间 卢布汇率看涨的趋势已经接近完成 我们认为加拿大森林火灾 以及尼日利亚石油供应减少这些因素 对俄罗斯卢布的提振效果已经不能够持续 该队很难降到64的水平 从短期来看我们预测 美元对卢布的汇率大约在68周遭 迄今为止相比较需求 石油的供应水平仍然非常高 比如美国当前的石油库存 已经达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伊朗在制裁被取消之后 石油产量几乎翻了一番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那些石油生产国也未必会彼此之间达成协议 同意减低石油产量或者说实行动产 周一中国方面公布了进口数据 按年率来看该数据相当的令人失望 这意味着未来对石油的全球需求将降低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俄罗斯卢布 近三个月以来涨势已经接近尾声的原因 有可能卢布到纪念年底之前都会下跌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紧张程度还在加剧 未来三个月有哪些事件可能会影响到 美元对卢布的汇率走势呢 我认为从中期来看 影响更大的会是经济因素 而非政治因素 预计在六月份 我们将会看到美联储进行加息 这应该会导致美元对卢布 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汇率上涨 通常美元走强 新兴市场货币就会贬值 在我看来 这是中期时段内影响卢布汇率的最大事件 我们预计俄罗斯卢布会因此而贬值 综合考虑所有可能影响该对汇率的因素 您对其长期前景汇率有何预测呢 我认为从长期来看 我们将会看到美联储至少会有两次加息 分别会在六月份和十二月份 由于强势美元以及石油供需失衡 未来油价很有可能会受到继续的打压 关于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 我相信人民币会进一步贬值 可以看到近几个月以来 投资者对所有新兴市场投资的兴趣 有所减退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 微币风险的趋势将会推低卢布 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 美元兑卢布的汇率将会交易在78周遭 亚罗斯拉夫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